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感谢各位观众又收看狂衣秀节目 狂衣秀节目希望带给大家疯狂的医疗尝试 劲爆的医疗故事 以及解决你常年的云南杂症 今天我们还是非常的高兴 请到一个中部大师级的心脏科权威 台中仁爱医院许敏耀许医师 我们还是一样鼓掌来欢迎许医师到我们现场 那么今天呢 我想要再讲一个大家 一般时候不太去注意的一种心脏的疾病 首先我讲一个现象 大家一旦是没有听过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医生曾经这么讲 在美国如果一个病人他发生恐慌症 医生第一步一定叫他先去看心脏科医生 而不是去看精神科医生 那各位问为什么恐慌他去看心脏科呢 因为恐慌的原因有一部分 他是半膜出了问题 半膜在匕首不全的时候 血流打出去回流之后 我们的氧气的氧气浓度不够 所以他会发生暂时性的恐慌 所以心脏科医生检查没有问题之后 才会转到精神科去看 所以这个医生告诉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很多的病 你其实要看对科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要跟各位讨论的 就是有关于心脏半膜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心脏半膜 其实就很简单 二间半半间三间半主动脉半 这些半膜阻长着我们心脏 在收缩及舒张的时候 它的关闭就好像一个门一样 那么比较详细的情况 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徐米耀徐医师 有关于半膜的疾病 为什么这个半膜开开关关 它会产生问题 什么情况会让半膜产生问题 有什么的原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徐米耀徐医师 首先呢 我们要来了解 半膜其实在我们的心脏里面 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管制的角色 就好像我今天的门口 一定要设一个门 否则的话任何的人都可以进得来 那这个门开跟关 就管制着我们血流 当我们的血流 从下腔静脉 上腔静脉 进入到我们的右心房之后 进入到我们的三间半过来之后呢 再走到我们的那个右心室 再进入到肺动脉磅膜 肺动脉磅膜进入到肺部 再从肺部再回到我们的左心房 左心房里面经过二间半 再走到我们的左心室 再从我们的主动脉磅膜 再把血流送出去 管制来讲的话就靠这四个半膜 疾病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一定是从先天跟后天来讲 先天的是半膜本身有畸形 或者是先天的这个半膜的大小不一 都有可能造成所谓的闭所不全 那后天的比较常见的 就是当我们的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 所产生的所谓的风湿性的心脏病 造成主动脉磅膜 二间半磅膜 有狭窄或者是避所不全 这是比较常见的 有些比方说像是他有些共用针头 造成心脏内膜感染 造成了三间半的损伤 这些都是造成我们 磅膜会受损的一个原因 是 就是细菌感染的意思 那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 其实磅膜的病啊 应该是比较 占的比例没有那么多了 那我们现在就很快的 就是说磅膜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知道好像以前 很多年轻人发生二间半脱锤 那如果你去看医生 心脏科医生跟你讲 一定跟你讲 二间半脱锤 没有关系不用处理 那我们现在请教徐医师 二间半脱锤 是不是真的不用处理吗 那要看它的磅膜的脱锤的程度 当然我们要严格来说 就是以超音波来看 当它下锤的超过两个mm 两个毫米以上的话 它就是比较厉害的 而且症状会比较明显的 就是会有心悸胸痛 以往认为就是说 二间半磅膜的脱锤 算是一个比较良性的 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专家认为 它还是会引发一些不良的一些症状 最常见的还是心悸胸痛 所以认为在治疗上面 当然还是以药物的治疗为主 症状治疗就是 大概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要的方法 那很少因为这样子而去做任何的手术 除非说有些脱锤到最后会脱落下来 造成了比较中等以上程度的闭锁不全 这个时候才考虑到用手术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轻微的还是保守治疗 二间半脱锤比较严重的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看过很多年轻的小姐 常常是因为二间半脱锤造成比较长长的不舒服 那现在来呢 就是说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好像在心脏外科来讲 它有分成是不是把它换掉 或是说不用换 直接稍微补一下就好 所以叫半膜的修补跟半膜的置换 那么这种的技术呢 过去好像都是用心脏外科 用大的手术来做一个治疗跟矫正 现在的内科的技术非常的发达 其实已经进展到用心脏管 我们就可以来修补或置换 是不是说技术上在心脏内科 已经突破这个瓶颈 可以用心脏内科方式来做一个 这种方面半膜的治疗 是的我想现在的方法 慢慢的心脏内科都会抢心脏外科的生意 那外科有些比方说 它的半膜没有办法用手术 或者是它不适合手术 或者是它的病人的意愿 没有办法接受手术的话 当然现在发展就是用导管的方式 比较不侵犯性的 对它就是类似像我们做心导管 做气球扩张血管的这种方法 把一个半膜移到受损的半膜的位置 然后把它用气球撑开之后 然后它的支架就形成它的骨干 然后让里面很好的一些材质的半膜的 一些材料让它来取代它原来的半膜 变成一种人工半膜 所以你讲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可以用支架再把棒膜称开 那称开的话 那是不是要量它的大小 不然你称的不大不小 或是太小太大 这个是不是需要做这些调整 我想这个手术是一个比较复杂 它必须要做很精细的定位 所以在有这样子的手术的一个医院来讲的话 都要用一个3D的立体的定位 用到3D立体的定位 然后要确认它的大小 以及它的位置 以及它如果说我撑开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冠状动脉的开口 尤其是在主动脉半膜 要施行这个手术的时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 冠状动脉的开口被堵住 那就是大灾难 那就是可能在施行手术的当下 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一些风险出现 那如果二间半的话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或许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但是它进去的位置 进去的方式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比较常施做的 就是以主动脉半膜狭窄 合并严重的必所不全 这个时候来做的案例 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那是不是主动脉做的会比较 风险比较小 主动脉来讲它的风险 其实就刚刚我们所讲的 最主要的就是冠状动脉的开口 不要被阻塞掉 只要是把握这个原则就可以 所以我想精细的事先的去确认它的位置 测量它的直径 我需要用到多大的一个半膜来做置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经验跟没有经验会差很多 现在在几个医学中心 现在大家都很努力的在让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变得比较纯熟 那么通常来讲的话 只有在外科医师他们认为说 实在不太适合用外科手术来置换的时候 当然就是一个首要的选择的方式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 他认为说 我实在不愿意开一个刀 来做这种手术的时候 他也可以选择 因为还是有些自费的问题 可以选择用心导管 你刚刚讲的是半膜的置换 如果半膜的修补 是不是心脏内科管还是要去 这个当然就是要由心脏外科的专家 这个就变成心脏外科去修补 我想这个半膜牵涉到我们心脏 它在运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在里面 所以各位 它也牵涉到一个非常专精高深的技术 甚至于要用3D定位来定位它大小 不然的话 如果你发生定位不良的话 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后遗症产生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很高深的一种技术层面 如果你有这些刚徐医师讲的这些症状 那我想还是得经过专业医师的评估之后 确定你的半膜 它的缺损严重程度 如果你是比较严重 那可能就需要做这些半膜的修补或置换 半膜如果有问题 这些病人 你还是有什么样的叮咛 或是建议给他们说 半膜那既然有问题 你做置换的前跟后 你到底需要注意 或是要做到哪一些重要的事项 在一个人有半膜的疾病的时候 如果他本身在用药物的治疗都能稳定 他不容易产生所谓的心脏衰竭的这种现象 一旦这个人出现了心脏衰竭 通常意味着你所目前的治疗可能就要进一步到外科方面的医师要介入来做进一步的治疗 所以有这个方面的疾病我还是会建议你能够规则的跟医师配合 来看看医生也不会太差啦 虽然说我们医生有时候看到你的时候 也希望你能够多多来看我们 看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我的时候 我也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健康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是当然 如果说你看到我的时候 跟我看到你过去的状况已经有改变了 比方说我注意到你走路会比较喘 然后下肢容易会有肿胀的现象 我大概就了解你已经可能产生心脏衰竭的这些症候了 那可能就是你的治疗必须要做更进一步的来做处置了 所以尽量的能够跟医师配合对你会比较有利 对所以大家要记住 绊膜的问题到严重的时候也会产生心脏衰竭 所以我们今天很谢谢徐米耀徐医师 也跟我们很详细的讲到 心脏这个绊膜在内科现在治疗的领域当中 已经有这么好的发展到现在 那我想你还是要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组织医师 他能够倾听你所有你的病痛 能够关心你关怀 也能够发挥他的同理心 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一样 其实很多像这样的医生都非常亲切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你的心脏 能够不要让心脏蒙受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人还是希望你订阅留言 按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